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一扬报道 袁红冰 红二代达共识 欲推翻习建新党 近日 旅居澳洲的中国自由主义 法学家袁红冰爆料 中共党魁习近平正面临他执政以来 最严峻的政治危机 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 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 已经形成了政治共识 他们正计划推翻习近平 并建立新的政党 袁红冰在这篇题为 《中共严峻政治危机怎样影响 台湾局势》的评论文章中爆料 据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透露 这些红二代所达成的共识具体内容是 一 习近平执政十年 彻底抛弃并背离了中共的改革开放路线 全面倒退至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经济路线 导致政治 经济 社会和外交全面陷入危机 这些危机已经达到了 动摇中共统治的严重程度 最严重的是 习近平正推动国家进入战事体制 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 如果不加以制止 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战争风险 二 习近平摧毁了民主集中制 实行个人独裁 十年以来 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急剧恶化 民生艰难 国家财政濒临破产 民怨沸腾 关心动荡 社会全面危机一触即发 在国际外交领域 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所提出的 韬光养晦以求发展的战略 盲目自大 思念出击 采取战狼外交 导致中共在发达国家的体系内 成为千夫所指的国际公敌 三 鉴于以上不可回避的事实 为制止习近平把国家引向前所未有的倒行逆施 红二代们将采取行动 发起一场划时代的民主政治改革 剥夺习近平主宰中国国运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将被转化为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将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政治体制 同时 摒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 并全面改善与美国 日本 欧盟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系 良知人士透露 形成上述共识的红二代 包括刘少奇之子刘元 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陈云之子陈元 马文瑞之女马晓丽 罗瑞卿之女罗点点 此外 中共军中元老叶剑英 贺龙 聂荣珍 徐向前 肃毓 徐海东 王震等人的子女 也是共识的联署人 另外 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子女 除薄熙来因仍在被关押中 无法联署之外 其余也都参与了联署 该良知人士还透露 还有一批被习近平 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 也参与了联署 习近平对火箭军 和前国防部长 李尚福的整肃 就是证明 袁洪丁在文章中表示 几年前 他就将习近平称作 渺小型的 和愚蠢型的毛泽东 如今 这个称谓 已经在红二代 和官场广为流传 此次的联署 几乎涵盖了中共红二代中 最具影响力的家族成员 可以说 这是自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以来 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袁洪斌还表示 这批红二代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父兄一辈 在文革中受到过 毛泽东残酷的政治整肃 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 他写道 这一次 以流源为核心的红二代 之所以敢于在国际社会 公开通报他们的政治改革 也是基于一个基本判断 如果习近平效法 毛泽东对这批红二代 再次实施政治大迫害 那么 势必将点燃中共党内 对习近平的怒火 习近平必定玩火自焚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李云报道 多名中国留学生 入境美国时 被注销签证并遣返 近日 多名中国留学生 入境美国时 被注销签证 遣返 中共外交部承认 近几个月来 每月都有包括 中国留学生等 在内的数十名赴美人员 被遣返 综合陆媒1月4日报道 多名中国留学生 近期入境美国时 遭到长时间盘查 其手机 电脑等随身电子设备 也被检查 一些学生的签证被注销 并被告知 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 其中 中国留学生 T某是耶鲁大学博士生 本科是北京某一流大学 2023年12月19日 他从中国返美 在华盛顿附近的 杜勒斯机场入境 机场海关 在询问T某所学专业后 将其带到询问室盘查8小时 询问其本科在校期间 是否获得奖学金 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等 并检查其随身电子设备 盘查结束后 T某被告知 其所持的留学F1签证已被注销 且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 另一名被盘查的中国留学生 M某 2022年 前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国家癌症中心 开展研究 2023年11月22日 M某在杜勒斯机场入境时 被带往询问室盘查 重点被询问了大学科系 导师讯息 目前研究内容 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留学 及科研计划 是否与中共当局 军方和重点实验室有关等 盘查结束后 美国机场海关执法人员告知 M某 其所持F1签证已被注销 并且是美国务院直接取消的 美月均有数十名赴美中国人员 被遣返 对此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月4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透露 近几个月来 美月均有数十名 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赴美人员 被美方强制遣返 汪文斌声称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被怀疑在美从事间谍活动 多年来 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说 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在美从事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2020年5月 川普特朗普政府发布第10043号行政令 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 持F签学生签证和拒签访问学者签证的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 拜登政府执政后 从2021年5月恢复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 同时开始检查中国留学生的手机并遣返有问题的中国留学生 同年5月 一名计划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因其赋试中共警察而被美国使领馆拒签 当时美国大使馆证实 美方停止颁发签证给中共移民局、安全部、公安部等现役人员的配偶和子女 2021年8月 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休斯顿机场入境时被美国海关遣返 原因是他们手机内有军训照片 被美方认定是受中共当局资助的 怀疑他们有军方背景 2023年8月 再有多名中国留学生被遣返 其中一名留学生因在社交软件群聊的信息中 有涉及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内容 被美国执法人员遣返 还有一名留学生因签证申请材料中隐瞒工作经历被遣返 除美国外 2023年11月 在法国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因支持哈马斯 涉嫌宋扬恐怖主义被逮捕并遣返 三年禁止入境 谢谢收听